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子深的子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你总是说我 没有替杨家生下一儿半年 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岁一样 现在我怀上了 你又这样恶毒呢 把不知的罪名扣在我的头上 要是我真烦了杨家的孩子 你都能信自己的良心吗 都能信杨家的列祖列宗吗 你别在这儿跟我出言不许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认错 我可以继续打下去 打到你认错为止 知道吗 我为了孩子争取我应有的权利 我哪儿错了我 你错掉错才不该今天来 我今天不来 我还有机会吗 你来了一样没有机会 小南你要我跟你说几遍 你才能明白 你说你怀孕了 我信 你说那个孩子是我的 我也信 你说让我尽到一个 做父亲的责任 我可以送孩子到大学毕业 可你不能天真地认为 你说你怀孕了 就可以改变现在的一切 我不可能因为孩子 去抛弃雷雷啊 你为了雷家妇女 背后用不尽 花不完的财富 伤害我们母子是不是 你要真这么认为 我也不会阻止你 你就不怕我去雷家妇女 面前接你的底吗 你敢 你敢在雷董面前 多说半个字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也不会饶过你全家 小南你少说两句惊喜 这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妈 妈她不值得你这样做 要不是逼不得已 我也不会再忍受你们的侮辱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谁都不小心了 不是怎么了 妈 俊贤 俊贤 何小南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别闹了 行吗 你想给孩子一个稳冷的家 可以 我现在就去跟雷雷说 我求他收养这个孩子 还不行吗 不行 我不能让雷雷 受这样的委屈 何小南 你给我滚 你再纠缠我们家 我找律师告你去 你别激动 俊贤 俊贤 快 滚流鼻血了 妈 你怎么会又流鼻血了呢 妈 怎么了 又放了是吗 你快擦一擦妈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后果 可是为了我的孩子 我不会害怕的 我会争取到底的 你滚 俊贤 和小门 俊贤 别再跟她纠缠不清了 小南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有很多委屈 但是你再这么闹下去跟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走吧 我不能走 不用跟孩子整理到全力 我绝不能走 你把手放开 不好 俊贤 你滚 何小南 你滚 俊贤 进去吧 要不然这样一事没法开始 快 快去 快去找海峰 叫保安来 把他赶走 俊贤 我再来的时候 海峰已经交了保安了 俊贤 海峰已经马上就来了 走吧 我们进去吧 我还先进 俊贤 俊贤 你不能走 它是你的心骨肉 你不能这么喊心 俊贤 可是我一把手放开 好 别碰我 ククク 哥 我不joy 不愿意 我只是最고 你保住自己的孩子 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雷董 不好意思 我估她藏位不太好 忙得到 真是对不住 要不咱们先开始吧 没事 不查得及 雷董 我估她到了 估 雷董 不好意思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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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董 蕾蕾入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宾 大家好 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抽空了参加小女的订婚仪式 我没有别的话说 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宏图大展 我更祝福这对新人 恩爱如新 勇于爱和 接下来我们请新人交换新物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再给他训练调言 嗯好的 大夫 大夫 你先别说话 你失血过多得多休息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你太不小心了 怀孕初期最怕剧烈碰撞了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对不起 不过你也别伤心 你还年轻 只要好好调养 将来还是有机会的 好好休息 我相为爱化张旅程 孩子没了 我的孩子没了 既然你不能扫 但是你的心股肉 你不能这么狠心惊心 可怎么让他去送他 杨俊仙 你居然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你居然动手扼杀了一个无辜的生命 你干嘛 我不要输液 那怎么可以呢 我不要输液 医生说的你要补充体力的 我不要补充体力 我只要我的孩子 补充体力 跟坏坏孩子的生命嘛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虽然孩子没了 可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呀 把身子养好了 还会在怀上的 要不我帮你明显下你的丈夫 我没有丈夫 可不配做我的丈夫 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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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健身 彼此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她 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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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妈妈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妈妈 妈妈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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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不贝 妈妈 不会让你一个人 互贝甘荡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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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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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生我如此 只能看这样无声明星的消失 何小光 你能在这儿反弱下去吗 你要保护孩子 你要为孩子负责 所以你必须坚强 必须坚强地活下去 我孩子活下去 我离开 你竟责 你怎样 我离开 你不作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稍等点 何经理电话 你让我喝杯水行不行 别爆料了 我这一下午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 接过来 帮您转接一下 喂 您好 我是何小北 对对对 没错 那个健康食品 确实是我们公司 独家代理的 您也想上家 可是我们公司没有货呀 要不这样 我跟我们总经理商量商量 您留个电话 对 我记一下 稍等啊 好 好好记下了 那明天联系 OK 拜拜 小美 回来了 你让我喝口水行不行啊 又有两个客户 要跟我们做生意 你明天去帮我处理一下 我亲爱的总经理大人 我的行程 已经安排到下个小星 你手下不是还有两个人吗 你让他们带着样品 先去应付应付 等你有空了 你再跟他们细谈 小吴从明天开始请假三天 我和小柱两个人 手上的客户 都已经转不过来了 转不过来你还准假 一放就放三天 他爷爷病危 就差一口气了 家里来电话天天催 我再不放人 太没有人性了吧 小北 你是领导 全公司的人力 都掌握在你手上 人性适种 公司的运营更重要 我不是跟你鸡蛋里挑骨头 而生在两个客户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你不去跟人面谈 我怎么跟人交代啊 你能够让我自己去啊 总经理 让我去试试吧 你别跟着添乱了 其实 我一直对业务挺有兴趣的 既然何经理忙不过来 那么我愿意去试试 你放心 会计的工作 我一样不会耽误 你又不是业务部的 你出去见着客户 拿出名片来算什么样子 让一个会计去跑业务 人家觉得 咱们没有诚意 你真有兴趣 我愿意挑战不同的工作 看到业务部的同事 每天神采奕奕 挺忠实的 我也挺羡慕的 没你想得那么轻松 每天赶时间 你知道就要死多少细胞吗 这边客户滔滔不绝 那边又要把 定好的时间提前 偏偏两边都不能得罪 这脑袋急得想冒火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披行待跃 你能了解这种痛苦吗 我想每种工作 都有苦有乐吧 那当然 尤其是谈成合同 和发奖金的时候 对了 提到奖金 他可不是我的人 以后奖金怎么算 而且他也没经过考验 让小吴他们知道了 肯定心里不服气 没关系 奖金的制度 我们随时可以调整 咱们这个公司人不多 以我的观念呢 最好人人都能当业务员 从公司内部发掘人才 能者多劳 能者多赚 那就交给你了 宗经理 我觉得玲珑挺有潜力的 无论是外貌口才 还是应对进退的能力 都有一定的水平 你得多给人家点机会 要是栽培出一个超级业务员来 你这领导啊 以后就好当多了 怎么 你怕我没本事 我要是怕你吃不了这款 公司的规定你不是不知道 大热天的 连打车都不行 烈日炎炎 你就踩着双高跟鞋 走上它几公里 用不了几天 你这双美腿 就变成大象腿 只要有奖金赚 就算变成大象腿 我也愿意 你这么不乐意我进业务部 怕我抢你饭碗 我有这么小心样的 如果没有 那就赶紧把本公司 现有的产品的价钱 跟特性告诉我 让我赶紧恶补一下 明天等我建议客户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是小北经理的业务助理 行 你怎么说都行 这几个 就是咱们公司卖的最好的 你还是借我抄一下吧 赶紧还我 行了 这个发型和长度你喜欢吗 发型的长度弧度以及弯度都特别适合你 要不要再取点颜色呢 不用了就这样吧 那好吧 施工进度每天必须给我彻底的落实 施工质量更是一点都不能马路 你看一眼这张表 建材工序工人的素质工地的管理 都得给我按照国际建筑最高规格执行 每天拍照记录一天都不能落下 还有给工地主任一台笔记本电脑 工作记录一定要在每天晚上八点以前完成 并且上传到我的个人邮箱 是 行 没事了 你去忙吧 是 喂 建虹 找我有事 人事的任用权在你身上 要是实在人手不够用的话 再多加两个业务员也行 我不在公司当然你做主了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小事没有必要再问我了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 我反正是认定你了 我都不担心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行了 大总经理 你快去忙事吧 我这还有好多的事要忙 等改天我有时间过去 咱们见面聊 拜拜 不好意思啊 表姐 没事 天宇的人哪 我新聘的总经理 就是小夕的丈夫见胡墨 问了我一点人事上的事 你成天光忙着 宫地的电话都接不完 你还有时间理他们呢 那没办法 电话来了我又不能不接 毕竟我是天宇的董事长 我也不能不管事啊 可你啊 又没有分身术 依我看 你干脆把天宇的股份 让出去算了 一个人一天只要二十四个小时 你除了吃饭睡觉 还剩多少时间啊 现在你的账人正等地验收呢 我看你还是全心全意 把山中传奇搞好 这才是正事 你别老记挂着 人情啊 道义啊什么的 天宇换一个老板 不一定是个坏事 或许还正能找着一个 有心开发生物制药的董事长 还能拿钱出来投资 扩大公司规模呢 但是我对建宏和小北 是有责任的 我不想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行就行 当我没说 你看一下 山中传奇宣传 还有销售企划 找个时间给我们开个会 直到直到吧 对不起 跟我开玩笑的吧 你是副总 我是经理 我怎么给你们知道 自己人还那么客气 谁不知道你是天下企业 未来董事长的最佳候选人呢 可先别这么说 那也得经过董事们的同意啊 最大的董事是你仗人 董事会不就是个形式吗 所以说我让你赶快 把天忆给处理掉 天下董事长 可是没有时间兼职的 对了 郭德身体怎么样 报告出来没有 还得过两天吧 但是脑子里那个瘤 肯定是要手术的 大夫说拖的时间太久了 必须得拿出一套 详细的治疗方案 才敢把妈推进手术室 真是 我们都太大意了 竟然没有把那些症状 当回事 所以我这次特别跟大夫说了 务必要彻彻底底地 给我检查清楚 把大大小小的毛病 全部检查出来 一次解决 还好有姑父在身边 否则 姑才不会乖乖躺在那儿 让人给推来推去的 妈这个人啊 嘴上老说 爸的能力不足 这儿不行那儿不对 其实我知道 爸早就成为了 妈生命当中 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真要遇上事 妈还是蛮依赖我爸的 那当然哪 夫妻嘛 对了 表姐 我想让表姐夫 在山中传奇这个项目小组里 挂一个顾问的职位 大和解了 是我岳父教我的 他让我别光顾着做事 要学着做人 毕竟我是从表姐夫手里 接下这份工作的 不管之前怎么样 不管好与不好 表姐夫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 而且在外人看来 我们的这个项目 也算有一个管理上的传承 那偷工减料的传闻呢 你认为我现在还有时间 去追究这些吗 难怪雷董能成为 重横商场的大企业家 果然气度风范 不同凡响 好 待会我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海峰 还是你自己亲自跟他说 还是你来说吧 我不想让表姐夫 觉得我是在封地禁决 赏赐功臣 大家都是经理 没有上下主辞的局 要是表姐夫 真问起来的话 就跟他说是雷董交办的 军贤 谢谢 一家人谈什么谢字 好 那你忙吧 我不打扰了 拜拜 表姐 打扰了 我们是不是 不是 我们是不是 говорил 看看 还真能同步呀 以后呀 不用天天在这儿闲着了 上哪儿都能买卖股票 谁发明了这个玩意儿 真好呀 跟你说了再待会儿 别这么唠叨心情 市场关门了 花钱上饭店不行啊 爱吃什么吃着 反正花钱人也不是你 莫名其妙 行了行了 没事儿别打电话 这股市还能让家庭富敏翻身呀 这么大的口气跟老公说话 肯定赚了不少钱 大姐 大姐 我看您投资好像挺专业的 还行吧 家里有老有小 我也不能全盘研究 挑个三五档进进出出 一个月赚三五千也就够了 三五千哪 一个小白领一个月的工资了 那可不好 大姐 大姐 那您买的是哪几档呀 你得自己去打听 怎么问我呀 万一听了我的 您要是赔了怎么办 您都赚了 我怎么可能赔呢 再说了 这买的卖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吗 这进出场的时机不同 结果当然不一样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 这出来扎到的 总得先交点学费 还要交学费呀 交给谁呀 不是真交学费 我的意思是说 赔了钱自然能学到经验 你先小玩玩 等以后啊 摸清了个股的奥妙 再玩大 我不跟你聊了 我得去下单 这好几百档呢 选哪个呀 苏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呀 你咱们要在家里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得去上海 你不认识 只不过几万块钱 滚来滚去的 人家哪儿瞧得上眼呀 我呀 没那个命 苏海峰 苏海峰 这名字怎么听上去那么熟啊 杨俊写她姐夫 何小楠 何小楠 都离婚了呀 离什么婚呢 好好的财神爷被推出门去 何家人怎么都一个样啊 都得了白内障 一个一个 都这么没眼力 要不然咱们先去做做按摩 再去逛逛珠宝店 再去吃烧烤怎么样 好 但是你孩子你不接了 没事 我就请了二十四小时的保姆 还是挺不错的 再说了 现在花点小钱享受人生 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且你看我天天在这里研究股票 我哪有时间管孩子 你赚的钱还不都给孩子花吗 真是 所以我现在这不是努力赚钱吗 将来供我孩子出国啊 走了 人家怎么就看得这么开呀 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还能供孩子出国 一样结过婚 一样是孩子的妈 怎么我就这么寒酸呢 走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 好歹我也是沈万海主题加盟店的老板娘呀 打扮打扮 应该挺漂亮的 说不定专办起来呀 运气也就跟着来了 先上商场 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去 我干嘛要跟他们挤公交车呀 我又不是打不起出租车 我又不是打不起出租车 喂 大嫂 你在哪儿啊 我又不是打不起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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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时 租车一直在闹 我怎么哄都不行 她是不是该喝奶了 还是尿不有失了 我喂过了也晃过了 大嫂 你就别问了 我又没生过孩子 这一飞又不会说话 我怎么办呀 那店里不是有个有经验的吗 阿姨不是说 一飞也是她孙女吗 阿姨出去做头了 你的女儿 你没道理让我打电话给她吧 她的头就是头 我们的头就不是头了 你也在做头啊 喂 那边那么吵呢 我正忙着呢 当初大家都说要帮忙的 怎么着现在有事了 就都不见了 阿姨不再找爸 爸肯定有办法 我还有事呢 过一两个小时再说 乖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不闹了不闹了 要不要奶嘴啊 我给你拿啊 哎呀 我的小祖宗呢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大嫂也真是的 孩子也不管就往外跑 让我找爸找阿姨 谁到底才是一飞她妈呀 哎 怎么了怎么了 哎呦喂 谁欺负我们家一飞了 谁也没欺负她 是她欺负我 欺负我不会带孩子 她这闹了半个小时了 怎么哄都不行 哦 哦 宝宝不哭啊 是不是咕咕抱的不咕咕 爸爸抱 哦 不哭不哭 哎 我说 你就不能轻一点嘛 这一飞女孩子胆子小 她是猪蹄店的女儿 胆子小也得习惯 哎呀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 这一飞才多大 你跟她生什么气 我可没跟她生气 我是跟你和大嫂生气呢 你俩有没有点爸妈样 把一儿车往这里放 就没你俩的责任了是吧 爸让我回来 是提到卤猪蹄卖猪蹄的 不是给你俩看孩子当保姆的 哎 这鱼饭去哪啊 问的好 刚才打电话 你老婆说她在忙 哎 她在忙什么呀 爸让我回来搭把手 就为了让她真心带孩子 她倒好 把这里当着脱营中心了 自己忙往外跑 哎哥 你那么疼一飞 你就舍得她闹成这样 那些我们家不疼女儿 她自己又把女儿当个宝吗 这这 这玉凤 或许她外面 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随你这么说 这别人家的孩子呀 都是小皇帝 你们家一飞呀 连个丫鬟家的孩子都不如 不顾是让你帮个忙嘛 这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我这都是实话实说 你要是不愿意听了呀 你就找你老婆回去合计合计 一天让我拨十几个电话 还找不着人 行 你要嫌烦的话 女儿 扔一份儿 找个阿姨 我的一飞啊 放阿姨家就行了 别老板张脸 一飞没得罪你 我都说了 我没跟一飞生气 怎么就听我女生的 行了 不就解决问题吗 以后一飞啊 还不求你这个孤了 行了吧 什么事啊 处理不讨好 还落个不同侄女的恶名 真是看不出来呀 你们俩的人力激动调度 还真是有一套啊 连会计都能当业务员用 幸好这玲珑不辱使命 完成了任务 要不然 咱们的业务经理 要揭竿起义 推翻我这总经理了 你怎么在董事长面前 搭我小报告啊 我可没那么大胆量 揭竿起义 也得看自己几斤几两 我这跑业务跑的 受劳已斤 身轻如燕 没那分量 小北 你不同意玲珑加入业务部啊 也不是 业务部又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其他同事 突然来了一个 如花似玉大美女 一开始就拿了 这么大一笔业务 不知道她们是佩服啊 还是嫉妒 建红 你的意思呢 玲珑加入业务部怎么样 要不要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我就怕着玲珑谈成这笔生意 靠的是运气 那你们问没问过玲珑自己 她什么意思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谈得这么深入 要不我把她叫进来 你自己跟她谈谈 你放心 我看她呀 好像已经不把那事放心上了 她肚俩没那么想 就是 总不能一辈子不见吧 还是你公司的优秀员工呢 况且还有我们俩在场 行 但是把玲珑叫进来之前 我想先跟你们谈一段事 我老觉得呀 我这个董事长 当得名不服侍 实在是心里头虚得很 等等 你该不会是想撇下我们俩不管吧 我要是真那么狠心的话 那还听你们什么意见 主要是我家里头担心我分身发售 其实我也担心 一旦分了心的话 两头都落过 既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我未来的岳父 听你这么说 好像我们俩拖累你似的 别误会 我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那我宁可维持现状 我真的是把你们当兄弟 才跟你们谈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没法接受 是没条件接受 你要脱手公司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我 跟小北顶下来 可是问题是我俩哪儿 来那么多钱呢 那就再说吧 反正这事也没有那么急 好 对不起我跟雷星天雷董掌约好了 请问他在几层 在十楼 从大厅过电梯上 谢谢啊 谢谢 请进 欢迎啊 雷董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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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雷董 这是我的人事资料 谢谢 之前你打电话来 我还不敢相信你 怎么 突然改变主意了 还是这个 房子卖得不顺利啊 对了 你给我介绍那房子 本来我还是再去看一下 后来因为忙就耽搁了 也不是不顺利了 突然心境变了 想换一个稳定的环境 卖房子呢 没有底薪 做完一个楼盘 又要换另一个楼盘 觉得挺不安定的 可是你做特助的薪水 没法跟卖房子的提成比 这个我当然知道 不过国内天天强调 要与国际接轨 我想在外企公司 是不是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这样呢 从国内经济到国际贸易 都可以了解了解 想学习什么 基金操作还是金融理财 其实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接下这份工作的 当然是什么都想学了 办公室就在外头 当然 首先你得替我过离不必要的电话 有特定的人吗 等着你处理 是 好吧 咱们就开始上班吧 待会儿我会找人来 给你办公室介绍一下 基本的设备数据 谢谢董事长 来 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比天下的档次还高一级 不知带人出事的档次如何 雷董事长办公室您好 喂 爹地有助理了 你好 我是Nancy 你好 我是雷雷 雷董事长的女儿 麻烦帮我找我爸爸 你好 稍等一下 董事长 雷小姐电话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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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俊贤就是为了她 把我推进万劫不负的那种 我 是她 是她 她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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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要叫她 勤识 我 她是她 我是可不得 她是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